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五个 雪人目击事件 2016年11月的一天 两名游客在夜间沿着俄罗斯乌拉尔山脉的雪道行驶 行车记录仪正常地记录着行程 突然间 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他们车前迅速穿过 让我们放慢速度再看看 只见镜头里出现了一个浅色的人形生物 它的移动速度似乎很快 而且是用两条腿在移动 全身似乎覆盖着毛发 留下的足迹也让现场的目击者惊呆了 神秘动物研究员对视频的真假吃开放态度 首先从现场的两个脚印来看 它们之间的距离有3.6米左右 在雪地里奔跑的同时 还能做出那样大跨度的跃进 这显然对人类来讲是很难做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 自从2010年森林大火后 俄罗斯的雪人目击事件至少激增了一倍 更加让人怀疑这一神秘生物是否真实存在 巴士基尔州立大学的动物学专家 阿纳托利·雅科夫列夫博士 驳斥了在他所在地区发现雪人的说法 因为迄今为止该地区没有发现过一具雪人遗骸 甚至连排泄物都没有 所以这些目击事件不是恶作剧 就是幻觉和想象的产物 另一种说法是 雪人是一名试图逃避警方追捕的野生动物偷猎者 各位观众朋友们怎么看 请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吧 第十四个 上帝的足球 在俄罗斯法兰兹约瑟夫群岛的极地圈上方 无人居住的昌浦岛 遍布着一些奇怪的原形石球 被许多到访的游客称为上帝的足球 这些石球外表光滑 近乎完美 让人们很难相信他们是自然产物 而且这座小岛上没有任何人类居住过的痕迹 所以似乎也没有人造的可能 类似的石球 也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被发现 比如新西兰南岛的摩拉基大原石 哥斯达里加石球等 俄罗斯基地研究员康斯坦丁扎伊克夫 认为这些神奇的石头 是在几千年前由沙岩结晶过程形成的 奥地利地质学家塞普弗里德胡贝尔 则主张它们是在水下形成的 并且很可能是石头中心的有机核 促成了它的球状形状 关于这些石球的形成原因 至少有数十种理论流传 但它们都涉及几千甚至几万年的地质变化 所以目前很难验证 关于这一神秘现象 科学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十三个 怪物木乃伊 2016年8月的一天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距雅库茨克 1867公里的乌达奇 一座钻石矿的矿工 挖掘出一个长相怪异的生物 它们将其称为怪物木乃伊 该生物有着长长的脊柱 手掌以及犬类的牙齿 还有浓密的毛皮 看起来像是一种哺乳动物 发现它的矿工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具怪物木乃伊 就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甚至有很多人认为 它可能是一种新的恐龙种类 因为该矿出土的寒钻石沙 可以追溯到大约6600万 到2.52亿年前的终生代 那时正是恐龙的鼎盛时期 但也有人认为 如果是恐龙 不可能保存得这么完好 所以它很可能是被猎人包皮的狐狸 或者雕类 只不过恰巧在该地区保存了下来 另外 还有一些科学家推测 它可能是狼欢 从当时的新闻报道 看这个神秘的生物 将被送往雅库茨克的实验室检测 但不知为何检测结果 却没有公布 所以这个怪物木乃伊的真实身份 至今成谜 第十二个 火星男孩 十几年前 俄罗斯真理报 发表了一篇震惊世人的报道 一个来自沃尔兹斯基小镇 名为波利斯卡的男孩称 自己是火星人 讲述了和火星相关的许多信息 并且对地球的未来 做出了一些预言 相关报道面试后 虽然科学界的主流人士 几乎都毫不怀疑地 断言火星男孩的虚假性 但波利斯卡 还是很快就成为了 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 有人求证了整个 波利斯卡事件的来龙去脉 结果发现 除了2004年 俄罗斯真理报的报道外 更早的时候 完全没有关于火星男孩的消息 波利斯卡本人 是有真实出生和成长记录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来自火星 那时的人们之所以会相信 是因为人类 对太空的探索程度还不够 如果现在有人站出来说 自己来自火星 绝对会被无数网友质疑 事实上 波利斯卡的言论中 包含了一些常见的元素 如神国 大灾难 爱与正义等 只要稍加策划和包装 立马就能成为预言大师 他本人现在也早已经 对原先的预言闭口不谈 可见当初确实只是炒作而已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俄罗斯高加索山脉 分布着许多 由巨石垒成的枝石木 考古学家 估计他们大约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 但却无法得知 是什么人建造的 枝石木门口的石板结构 非常神奇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的裁切 就浑然天成地 与木学形成完美的搭配 考古学家推测 他们可能是古代的天文台 墓葬或者是萨满仪式的场所 有些支石板上可以看到研画 但是其用意尚未解开 人们猜测 他们可能是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祈福建筑 所落维茨基群岛的大扎亚茨基岛 是俄罗斯的神秘景点之一 这里最出名的 就是用石头摆出的螺旋迷宫 直径从3米到25.4米不等 走完一遍需要5到30分钟 跟许多石阵遗址一样 大扎亚茨基岛 迷宫存在许多疑问和争论 考古学家推测 他们大约有2500年的历史 但不知是何人所见 也不知道迷宫的确切用途 只能猜测他们可能用作祭祀 或是利用潮汐捕鱼的巧妙装置 还可能是墓地或古代艺术作品 在当地萨米人的传说中 这种螺旋石阵 是为了敬奉拉普兰的神灵和半神话人物 被认为是死亡之地的入口 象征着人间和灵界的界限 共死者灵魂在仪式中 从一个世界走进另一个世界 第九个 勒拿河柱状岩 勒拿河柱状岩是俄罗斯著名的自然奇观之一 它位于俄罗斯雅库特共和国中部的勒拿河畔 形状奇特的陡峭 岩柱高达百米 沿着河岸绵延几十公里 风光水井 相应城去 这些岩柱是该地区极端大陆性气候的产物 这里的年度温差可达近100摄氏度 科学考证岩石的形成 始于5.6亿年前 岩柱间连接部位 由于受到霜冻粉碎作用 形成深邃陡峭的冲钩 将岩柱相互隔离开 加上地表水渗透及河流影响 造成岩柱之间的冲钩进一步扩大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奇特的柱状岩 如此奇特的景象 自然吸引了世界各地众多游客 同时也在2012年 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第八个 尸骨之路 克雷马公路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 从起点雅库茨克到终点马加丹 全长2032公里 历时21年才勉强修城 这里地处高纬度寒济区域 地理条件复杂且气候寒冷 冬季最冷可达零下70度 许多政治犯劳工在修路过程中冻死荒野 他们并没有像样的墓碑 而是被就地掩埋在挖开的公路洞土之下 尸骨在夏天时 还可能会因冰雪消融露出地面 因此这条公路也被称为尸骨之路 虽然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统计数据 但根据一些记载 克雷马公路修建过程中 死亡的劳工总数最少估计是25万 按照这样算下来 全长2000多公里的公路 平均每修8米 就会有一个人葬身于此 这些尸骨之所以会露出地面 主要是因为洞土层会因低温转换 导致下方的含水土层和液态水率先结冰 然后不断向上隆起 从而导致一些地下的土层翻了上来 等夏季气温升高 冻土消融 人骨也就因此爬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 克雷马公路曾一度因为路况太差遭到废弃 直到2008年俄罗斯把它重新翻修了一遍 现在不仅带动了周围的产业 克雷马公路本身也成为了一个旅游胜地 许多探险者也被它代表的艰苦历史 和险峻的路况所吸引 纷纷驱车前来 试图征服这条尸骨之路 第七个 钻中之钻 得益于人造钻石产业的飞速发展 人们对璀璨夺目的钻石 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套在钻石里面的钻石 却是绝无仅有 2019年10月4日 俄罗斯萨哈共和国西伯利亚一座钻石矿 发现了一颗奇特的钻中之钻 这颗无价之宝 重仅0.62克拉 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首颗此类钻石 据信已有八亿多年的历史 借着扫描光线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大钻的内部嵌套着一颗小钻 它甚至还可以自由地动来动去 专家估计小钻重约0.02克拉 有趣的是 这颗钻石还被命令为套瓦 因为它类似于传统的俄罗斯套瓦 第六个 巴托姆斯基坑 巴托姆斯基坑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 伊尔库茨克地区 这个至今无法解释的奇特地点 由前苏联地质学家弗拉基米尔·科尔帕科夫 于1951年发现 巴托姆斯基坑看上去 是一个由碎石灰岩组成的圆锥形山丘 直径180米 高40米 顶部成漏斗形状 这里的居民流传着一个传说 在隐秘的森林深处 有一个名为火鹰之潮的恐怖地方 仿佛被某种神秘力量所控制 当科尔帕科夫来到这里时 当地居民劝道他 不要继续前进 并解释说 靠近火鹰之潮的人 会感到身体极度不适 一些人被发现时 已经曝尸荒野 另一些人 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科尔帕科夫 并没有因为这些传闻而却步 反而证实了火鹰之潮的存在 虽然火鹰之潮的名字 总是让人联想到火山 但附近并没有发现 任何火山熔岩的痕迹 还有人认为 它是由巨大陨石坠落地面形成的 但它看起来 和科学上已知的陨石坑都不相同 一些人更认为 这是通古斯大爆炸的碎片造成的 但通古斯大爆炸发生在110年前 而火鹰之潮附近的树木 至少已经有250年的历史 一些更奇幻的说法 则认为这里曾是飞碟的坠毁地点 它在地下发生过二次爆炸 从而形成了如此奇特的地貌 2005年的时候 一群科学家为了解开火鹰之潮的秘密 发起了一次探险活动 但随后却发生了悲剧 探险队的负责人突然心脏并发 死于距离火鹰之潮两公里外的地方 让这里进一步蒙上了一层诡异的面纱 直到今天 人们仍然不清楚 它是如何出现在地球表面的 第五个 西伯利亚巨坑 2020年 俄罗斯电视设置组 在飞过西伯利亚台原地带时 发现了神奇的一幕 只见洞土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坑 面积超过半个足球场 冰块和泥土散落在凹坑几百米远的地方 就像刚刚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一样 近年来 人们在西伯利亚发现了不少这样奇怪的凹坑 最早的一个出现在2014年 人们当时关于它的形成原因 可谓众说纷纭 隐星撞击 导弹爆炸 甚至外星人也被提及 直到又分析了十几个 疑似自然爆炸形成的凹坑 科学家才找到了一些线索 并且判断这些爆炸 是一种名为冰火山的喷发机制 区别在于喷发的是冻结的泥浆或雪泥 而非炽热的熔岩 科学家认为 它们是被困在泥土和冰块的甲烷 和二氧化碳气体爆炸形成的 随着气候变暖 这种现象可能越来越普遍 而且科学家们还发现 第一次爆炸后 还可能发生第二次爆炸 这些巨型天坑的形成 并不是一次性的过程 这对于西伯利亚地区的居民来说 并不是好消息 尤其是当这些危险的气泡 靠近天然气管道或居民驱使 危险可能进一步扩大 不过也有科学家指出 冰火山现象在太阳系里的 其他星球上很常见 比如土星的冰质卫星土卫2 通过研究西伯利亚的凹坑 我们或许可以知道 那些遥远的世界里正在发生什么 第四个 迪亚特洛夫事件 迪亚特洛夫事件是 现代历史上最令人费解的事件之一 1959年2月1日晚上 九名经验丰富的苏联徒步旅行者 组成的迪亚特洛夫探险队 在乌拉尔山脉离起死亡 虽然关于登山队遇难的新闻 从来都屡见不鲜 但是迪亚特洛夫团队的遇难 却存在很多不可思议的谜团 当搜救队找到他们的营地时 帐篷已经倒塌并被血覆盖 同时还有被割开的痕迹 里面空无一人 但是队员们的物品和鞋子都在里面 九名队员的尸体散落在山坡上 有些队员衣衫不整 令人费解 有些队员的颅骨和胸部被砸开了 有的队员眼睛不见了 还有一名队员的舌头也消失了 更离奇的是 人们甚至还在他们的衣物上 发现了过量的放射性物质 一具具尸体拼凑出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恐怖谜团 人们无法想象这支探险队 当晚究竟遭遇了什么 当时的刑事调查认为 一种未知的自然力量 导致了探险队员的死亡 而苏联政府却对此事始终保持沉默 由于缺乏细节 一直以来 雪怪袭击 秘密军事实验等数十种阴谋论 不绝于耳 当一些媒体再次关注迪亚特洛夫事件 离奇的猜测传的铺天盖地后 俄罗斯当局不得不重新调查了迪亚特洛夫事件 并在2019年结案称 雪崩导致了九名探险队员遇难 调查人员指出 尸体有受到辐射的痕迹 可能是露营灯中的土造成的 而一些遇难者的眼睛和舌头不见了 可能只是被石斧动物吃掉了 但一些队员被发现时呈脱衣状 却仍然让人费解 而且至今没有合理的解释 直到今天 人们仍然对迪亚特洛夫事件的调查结果 秉持怀疑态度 第三个阿辽申卡 1996年5月 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车里亚宾斯克州 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 甚至引起世界关注的大事 一位名为塔玛拉普罗斯维里纳的老妇人 在该州西北部的克什特姆市卡利诺沃村 发现了一个怪物 并为其取名阿辽申卡 由于容貌怪异 阿辽申卡还引发了关于外星来客的猜想 并被很多人称为乌拉尔外星人 和克什特姆小矮人 据儿媳回忆说 普罗斯维里纳自身是有一定精神异常的 当她听到婆婆说要喂孩子时 还以为是在开玩笑或是又犯精神病了 结果没想到真的有一个 看上去怪异无比的灰色生命体 阿辽申卡的脑袋下缘上肩 就像分成四半的洋葱 嘴巴是一个没有嘴唇的小洞 身上还覆盖着一层毛发 整体看上去根本不像人 而更像一个怪物 当普罗斯维里纳为东西时 阿辽申卡还会发出叫声 并且试着瞬息 阿辽申卡的样貌起初 并没有在当地引起轰动 直到普罗斯维里纳 因为犯病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阿辽申卡也因无人喂食去世 遗孩遭到盗窃后 才逐渐为人所知 而且还是以外星人遗孩的身份 出现在众人面前 警察局很快派人 收走了阿辽申卡的遗孩 此后包括病理解剖学家 基因学家在内 很多专业人士陆续加入到调查中 直到2004年4月15日 官方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 称阿辽申卡是一名早产女性人类婴儿 患有严重疾行 然而一些参加过调查的专家 和目击者却表示 她不可能是人类 因为骨骼与人类有太多差异 经统计多达20处 尤其是头骨结构完全不同 而且如果按照官方的说法 阿辽申卡最多存活几个小时 根本不可能在普罗斯维里纳家中 存活几周之久 需要注意的是 普罗斯维里纳在1999年 试图从医院逃离时 遭遇车祸身亡 而阿辽申卡的遗骸也无故丢失 目前仅存照片和视频 所以人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真相 第二个 远古石盘 2015年1月 在西伯利亚的库兹巴斯矿区 工人们意外发现了两个奇怪的石盘 它们的直径约为120厘米 重于200公斤 其中一个被挖掘机缠斗严重损坏 且无法修复 剩下来的那个则完好无损 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飞碟模型 边缘细长尖锐 所以很难让人相信是大自然的产物 此外这一地区地下25米深的地方 还发现过蒙马像 但石盘却是在约40米深的地方发现的 所以人们认为 它比蒙马像要古老得多 而且该煤矿的地质历史 最早可追溯到2.6亿年前 那时并没有人类的出现 据煤矿的管理人员称 石盘已经移交来自莫斯科的专家 但奇怪的是 它并没有出现在哪个展览馆里 就好像并不重要 也从未被人发现一般 石盘会否是外星人造访地球 又或者史前文明的证据呢 这一点我们暂时无从得知 第一个 恶魔头骨 俄罗斯考古学家弗拉基米尔·马利科夫 在高加索山脉的一个洞窟内 发现了两个骇人的神秘头骨 从外观上看 它们类似于某种动物的遗骇 马利科夫也因此认为 这可能是某种远古的动物化石 但经过一番仔细检查后 曾经有医生工作经验的它 顿感毛骨悚然 因为这很可能是一种人形生物的遗骇 首先是头骨本身很重 底部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洞 可能是连接脊椎的地方 这也是判断它为双腿直立行走生物的重要依据 其次是头骨没有后脑和合骨组织 似乎这个生物不需要进食也能生存 根据现有的知识体系 完全无法给出确切答案 神秘的头骨曝光后 它的奇特外形引发了众人的激烈猜想 甚至有人称其为恶魔头骨 马利科夫坚持认为这两个头骨属于外星人 但反对者认为有可能是野牛或山羊头骨 甚至根本不是头骨 而是某种大型动物的骨盆 由于遭受长时间的外部压力导致变形 然而这一观点却有一个致命缺陷 因为根本无法合理解释 经历重压变形的骨头 应该产生裂纹或者骨折 而不是和橡皮泥一样 被完美地塑造成头骨形状 直到今天 头骨的真实身份依旧扑朔迷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带给大家的俄罗斯最惊人的15个发现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